中方以多次就TikTok问题阐明立场 TikTok在美遭遇的围猎 是典型的政府胁迫交易 美国个别政客一方面鼓吹要实现公平对等 构建所谓的清洁网络 另一方面却又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对某一领域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国企业 进行无理打压和百般胁迫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少数政客 强取豪夺的真实用意和经济霸凌的丑陋面目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将坚定地支持相关企业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坚定维护国际经贸规则 我们敦促美国政府为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营商环境 至于你提到的企业的具体经营行为 我们不做评论